好 我们上篇就完了 进入中篇 中篇就是引勇 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唱了 开口唱 那下篇是什么呢 是文复 我们把诗词讲完要讲文复 文章的读法 先说中国音乐的生成 我们前面说过 中国的音乐不是music 这是两回事 我们中国的叫音乐 西方的叫music μ姿克 记得啊 这不一样的 中国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这样两段话 是吧 上书的诗言志 歌永言 声一永 绿和声 这是顺帝对魁说的话 这是天下之乐的一个 基本的规则 到了礼记 然后再到毛诗大序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心为智 发言为诗 行动于衷 而行于言 言之不足 故常言之 常言之不足 故接探之 接探之不足 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武之 足之导之也 这就是中国艺术的 一个产生过程 这段话说明什么呢 唱歌 是唱自己的歌 唱歌从哪里出发 从情出发 是吧 情动于衷 而行于言 首先是有感情 心动了 有了一种情绪 于是把它说出来 行于言 是吧 说出来 说出来之后呢 不足以表达这个感情 于是就把它脱长 脱长还不足以表达这个感情 于是就加上探词 加上探词还不行 于是就唱起来 唱起来还不行 干脆就跳起来 就是这样 中国的音乐舞蹈 是这么出来的 所以唱歌 是从自己的感情出发 自己的词 自己的曲 唱给谁啊 第一 唱给自己 第二 唱给特定的对象 唱给你的 唱给老师的 唱给父母的 唱给老婆的 都行的 特定的 没有说唱给陌生人的 不 唱陌生人也行啊 那也得是个特定的陌生人 说唱给不知道谁的 现在的歌星就是这样 唱给不知道谁啊 这样呢 是吧 那不知道的那个人 你怎么能对他有感情呢 你没感情你唱什么呀 你到底要唱什么呀 是吧 唱歌就是这样嘛 我们一百年不会唱歌了 如果这样定义唱歌的话 那我们全都不会唱歌 以前中国人是会唱歌的 你别看清朝那些照片 一看哎呀 绵黄奇瘦的 又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啊 个个提出来文化都比你强 知道吧 东亚病夫 个个都会唱歌 文人会吟诗 张口就吟 自己的调子 自己的诗啊 自己做诗吗 是吧 自己听啊 老百姓农民唱山歌啊 张口就唱啊 自己的词啊 自己的曲啊 唱三天三夜 不带重复的 你们有没有家里的长辈 还会这样唱的是吧 是吧 见到就唱 是吧 民歌 见到什么唱是吧 来个客人 张嘴就唱 哎 这位客人带着礼貌 来到我面前 我仔细看 左右看 右右看 哎呀呀 原来我不认识你 那你归心呀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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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就唱吧 是吧 是吧 今天天天高高照 来到一个客人 是吧 是什么 见到什么唱是吧 唱的就是眼前的事 就唱给你的 就这样 要么就是 没人 夜深人静 唱给我自己的 抒情的 是吧 自己的 就这样 我们今天唱歌 是唱别人的歌 别人的词 别人的曲 别人定调 是吧 别人还给你出字幕 哎 是 有劲吗 这么唱是吧 有劲吗 所以去唱卡拉OK的 去 晚上八点钟去 第二天早晨八点 还没唱完呢 是吧 累得要死 为什么呢 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啊 唱了一首一首又一首 哎呀 还是不过瘾 不过瘾 哪一个歌能唱出你的感情吗 是吧 这不可能的嘛 我们这个民族拥有世界上最音乐化的语言 汉语 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音乐传统 没有中断过 但是我们不会唱歌了 这个十多亿人不会唱歌 这个沉默的中国啊 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在今天 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 已经成为一个职业 音乐 音乐怎么能成职业呢 音乐不是人生的一个部分吗 唱歌不是我们的生命的部分吗 怎么成了那人的专利了呢 为什么 哦 那些专业的艺术家 那些作曲的 作词的 那些演唱的 演奏的 他们制造音乐 我们享用他们的产品 是吧 他为我们制造音乐 所以他的感情不可能真实 因为他是为我们做的 我们呢 接受的是别人的音乐 也不可能真实 他怎么可能符合我们的感情呢 所以这叫互相欺骗吗 就这么一个状态 在以前 职业的音乐家 叫义记 是被人瞧不起的 为什么瞧不起 因为他假装 我们现在 总有一个认识 觉得这个什么是艺术啊 就是表演艺术 你看朱军主持的那个 中央台的那个艺术人生 是吧 请的艺术家 基本都是表演艺术家 表演艺术才叫艺术 是吧 表演艺术永远是假装的 什么叫表演啊 表演就是假装嘛 我今天给大家唱三首歌 第一首歌 我先假装一个姑娘 第二首歌 我又假装一个老太太 第三首歌 我不知道就假装什么 不是这样吗 都不是你的吗 表演艺术永远是二流的 不可能到达一流 为什么 他要努力去模仿 努力去接近 接近什么 生活艺术 生活艺术 真的有感情 是吧 真的有感情啊 我见到一个姑娘 像关居是吧 我见到那个姑娘 太好了 我真的爱上她了 所以我就有话要说 我就出来歌了 这是真的感情啊 他真的喜欢她呀 是吧 等到中国好声音上面 也去唱的时候 他到底喜欢谁 没感情了 没感情就要假装 所以叫表演 表演这两个意思 它就是假装的意思 以前我们古代的异技 虽然被人瞧不起 但是他们的品格 比现在的异技要好很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知道自己在假装 所以我们演戏的 要勾脸 是吧 要勾一个脸嘛 而且上场的时候要亮相 是吧 先要 然后再开始 这与汤是什么意思 就表示 我进入这个角色了 我躲在这张脸的背后 是吧 我来装官公 你怎么装得了官公啊 你有什么本事做官公啊 是吧 你哪点比得上官公啊 我比不上他 这张脸 他是官公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要勾脸的嘛 艺人知道自己在假装 所以才有艺德 叫艺德高尚 做人很忠正 今天我们的表演艺术家 自己觉得自己就是高人一等的 是吧 所以他就没艺德了 是吧 我们要把艺术 恢复回去 中国没有艺术的 我们自古以来没有艺术 艺术是个外来词 art 外来的词 我们有艺术吗 我们有艺也有树 但是没有艺术 从来没艺术 我们有歌 有舞蹈 有诗 有小说 但是没有艺术 没有啊 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修身的 都是生活当中的 充满感情的 自然生发的 这样的 吟诵 是中国音乐之根 什么都是从吟诵来的 广义的吟诵 吟诵的方法 一字行腔 一意行调 这是所有中国人唱歌的方式 而因为我们的语言 是旋律型声调语言 所以你会说话 就会唱歌 会走路 就会跳舞 就这么简单 什么是唱歌 只要把说话一拖长 往导天没法招拉锡 刀往一扔 就不就唱歌了 就这么简单 什么是跳舞 只要有动作表达感情 就叫跳舞 今天我们说 什么叫跳舞 跳舞得踮起脚尖 从小就练 练半天 那个叫艺人之舞 不是文人之舞 文人之舞 不是周瑜 是吧 赤壁之战 拔剑起舞 是吧 丈夫处世 兮立功名 立功名兮 未平生 未平生兮 无将醉 无将醉兮 发狂瘾 周瑜 从小练垫脚尖的吗 怎么可能呢 对吧 贵族 怎么可能呢 兴致而舞 拔剑起舞 文鸡起舞 文人之舞 没有了 我们今天见到的舞蹈都是艺人之舞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艺人之歌 那不是中国的音乐的根 不是他的主体 不是他本来的样子 吟诵才是 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戏曲 包括乐剧 是吧 花鼓戏 南方比较多的 是吧 现在都濒临 不能说灭绝 反正有的已经灭绝了 有的濒临灭绝 有的吗 政府大力扶持 勉强凑合 苟延残喘 是吧 你觉得像乐剧 像京剧 像川剧 像花鼓戏 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到当初像梅兰芳那个时代 能恢复回去吗 那种只要走到大街上 有人一嗓子出来 好多人就来了 是吧 戏迷啊 什么叫戏迷啊 一个迷啊 是吧 还能恢复吗 你们觉得不能了 我觉得能的 为什么我们的戏曲曲艺 现在濒临 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境地 失传 没人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会淫众 你不会用你的方言唱歌 如果你会用乐语唱歌 就像吕老那样 他随便唱吧 他做事也很快的吧 做事也很好的 见到什么 就开始唱 用乐语唱 乐剧自然就回来了吗 你还用得着保护乐剧吗 不用了 乐剧自然会往前发展的 电脑时代的乐剧 会有的 你不要管他 他自然会活下去的 因为人人都会用乐语唱歌 是吧 人人都会用四川话唱歌 川剧就回来了吗 他四川就火了吗 而且不会再是原来的川剧 会往前走的 人人都会用西北话唱歌 琴枪就回来了吗 就是这样 人人都会用武汉话唱歌 汉剧就回来了 很简单的 民歌就回来了 曲艺就回来了吗 怎么样学会用方言唱歌啊 银颂啊 会银颂就会用方言唱歌 所以银颂是中国音乐的根 银颂活了 中国音乐就活了 银颂死了 中国音乐就得现在这样 就死样活气的 现在哪里有音乐 哪里有音乐 像我们这个课堂 还是学银颂的呢 下课的时候听见有人唱歌吗 以前怎么可能呢 什么叫书生朗朗啊 什么叫贤歌不绝呀 儒家的场子 贤歌不绝的 不绝呀 什么时候都在那唱呢 就是那样的吧 我们是诗歌的国度 诗歌的国度 就是唱歌的国度 这样的 所以银颂对音乐很重要 它是中国音乐的命脉 只要孩子们学会了银颂 他可以张嘴唱 不导字 会用普通话唱 会用地方普通话唱 会用地方方言唱 好了 整个的中国音乐就恢复了 会回来的 我相信会回来的 唱自己的歌 唱自己的歌 不联系一下 我懂得看了 怎么可能不可以 听到我 哭听完 我们回来就到这一道